Aaron Roos VC 這個球傳給他過去的老輩友 這個是Way Howard 兩個曾經在0910球季的時候 在魔術隊友是對 我看出來兩位相當有洛系 還蠻臭人的 我們也CASPY給上 三個位是Aaron Roos 所以當我們是做到沉醉的防球 對於說房的時候 那這個當然就是火箭隊在面對籃 這個非常好的投籃機會 前場比賽呢 在Marily受傷的情況下呢 成為了超級救援隊 他還是跳得起來 36歲 基本上他以前就是靠天分 在打球的時候 VC在這個賽制有 平均可以攻下10.5分另外 抓下3.5的籃板 這個賽制他完全打地 只有任何一個小組在那邊 小隊接波扯中了防守 Marily抓下籃板 左邊呢Caro一直在要球 但是隊友似乎沒發現他 很厲害 到現在還在要 終於拿到球了Caro在外圍出手 是有他要求的道理 因為他認為他應該在這個角度呢 基本上他命中率應該是高的 而且守在他的人呢 一直不斷的去做到 過身的幫忙防守 這也是他要求的氣餘性 而且他的三個球命中率 在這個賽季來到四成八六 將近五成左右的三個球命中率 有在聯盟排名第三 聯盟只有兩位球員的三個球命中率 有其他高 特別是馬次隊的 Marco Valinari OVER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球 我們內線只要不斜防的話 基本上一對一 Darrenberg他是會有非常大的困擾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球 我們內線只要不斜防的話 基本上一對一 Darrenberg他是會有非常大的困擾 所以我的選擇 當你在外圍打開的時候 內線的空間才會慢慢的 出來 這個才讓主要Hawel 在敵日結會 比較有些接球的機會 如果你們有知道 Hawel通常回到主場 在賽前他訓練什麼 可能很難以想像 他在賽前訓練是 拔球還有三分球 只要回到主要他先的 他在賽前訓練的是 這兩個項目 NBA 2K14 PS3PS4版 憲政六代中 他開始受傷 他其實是 要上去瘋子的時候 他打到他自己的隊友 我還是說C 這個有時候這個受傷 這個真的是 跟自己的運氣的成分 是有一定的關係 對 暫停回來週的 現在有 沒問題回到場上 嗯 在目前這個階段呢 其實就是 我們現在有14分的 都是來自於 這個進去的部分 如果可以有換人 先把Kel Mantell 給換上來 另外 接瓜的也來到場上 不管 除了在外線 也來到場上 這就是NASPOP的價值 他的經驗 他可以去判斷到對方 這個在傳球的路線 跟氣力 NASPOP的 3關先出手 沒氣 喔 Aaron Bruce能分 6尺尺的 River White 看到了 這個跳到 Kel Mantell 外線出手 能分 哇 這個大概是 有他自己本身的一個功力 他有12比16 我這邊先取得6分的領先 Dirt這個轉身進去了 但出手沒有把握 哇 只是出手 Dirt選擇是能力比較勉強 這邊中間又Comber 好啊 非常的可惜 有時候這種越簡單的球 你反而是越要謹慎 Channel Prosser 是可以在第一節 我就會得到最多球 人互相拿9分 喔 VC 以前的話 可能就是面得出來 他打球的一個智慧 這樣才可以打更9分 沒錯 這個大概應該可以打到46分 以前都是 In your face 現在變成Fadeaway Jumper This are you 交給阿娥 雙手換啦 變成Fadeaway Jumper 第一時間 阿娥 交給阿娥 雙手換啦 哇 這個時間 火箭隊的一個搭配 真的是非常完美 不管是開放的一個轉換 甚至另外的一個搭配 是這個Family受傷之後 Iron Cruz 可能也欣賞機會來了 他也有可能會搶回現化 會不會再急 開心的 這次的一個進攻 對小朋友來說 真的太多了 可以把這樣的一個氣氛 跟自動 一直在搜尋 這次的一個進攻 對小朋友來說 真的太多了 可以把這樣的一個氣氛 跟自動 一直在搜尋 這個三球結果發生失誤 前面看來得及呢 這個球滾進去了 哇 不算了 這個三球結果發生失誤 前面看來得及呢 這個球滾進去了 哇 不算了 哇 已經在跟時間在賽跑了 這可能有點爭議咯 這球目前是先吹不算了 對火箭隊是20波 2-20 比得6分的領先 火箭隊第一節呢 有6x8的高頭來頻重率 Hawr拿得7分 Hawr拿得9分 而林書豪呢 在這個 上癒復速之後呢 在第一節達了 將近6分鐘 拿下了5分 這次要去注意到 這火箭隊反擊的這種速度 它是有點看不上 再來就是打不倒 我們再來看一下 最後這一集 這個時間到還沒有離開手上 所以才看呢其實看斷的非常的精準 這個球我覺得不管是你沒有進鑽 鑽不鑽 我覺得這個火箭隊把這個排名就抓得非常的不錯 從這個角度就會看得更清楚 就是時間歸零另外籃板燈亮的時候 球還在Parsons的手上 所以剛剛就在剛剛那一台 這個燈已經亮了 謝謝